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数数字 从100个一数到1万个一数 我们来看题目 在下列括号中填入适当的数字 第一题 50,000,50,100,50,200,50,300 那在下一个我们要填入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这串数字 有变动的部分是 100,200,300 我们知道 100,200,300,123 接下来应该是4 所以接下来就是400 我们就知道 接下来一个应该会是400 再加上题目原有的5万 合起来就是50,400 第二题 3万,4万,5万 空一格到7万 那这个空格我们要填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一下 这串数字有变动的部分 3,4,5 我们知道 3,4,5 再来应该是到6 所以3万,4万,5万 下一个我们就要填入6万 第三题 173万,空一格 175万,176万,再空一格 那这两格我们要填入什么呢? 我们先不看万位的部分 先看数字 175,176 我们知道 175,176 再下来应该是177 因此 第二个空格我们要填入的是177万 我们再回来看 175,176 那往前呢? 应该是174 173 因此 第二个空格我们要填上的是174万 我们再看 接下来的题目 一样是在括号中填入适当的数字 第一题 30200 30400 30600 空一格到31000 那这个空格我们要填什么呢? 我们观察这串数字有变动的部分 是200 400 600 以前我们数过 24 6 8 10 因此 在这边也是一样 200 400 600 再接下来 就是800 因此 空格我们要填上 800 再加上题目原有的30000 就是30800 第二题 70500 71000 空一格 72000 72500 那这个空格我们要填什么呢? 我们可以观察到 这串数字有变动的部分是 500 1000 2000 2500 是每500为一数 以前我们学过 5 10 15 20 25 所以在这一题 我们也是一样 500 1000 再接下来 就是15 2000 2500 因此 1000 再接下来 就是1500 我们将1500 写上 再补上 题目的 70000 就是 71500 第三题 7200 7400 7600 7800 控一格 那这个空格我们要填什么呢? 我们来观察数字的部分 7200 7400 7600 7800 我们可以想象成是每200作为一数 我们知道7200 7400 7600 7800 7800 7800 再加200 应该是8000 因此 最后一个空格我们就要贴上8000 再补上题目的万 就是8000万